我今天要讲的是自己的机器人自己做 感谢刚刚宏奇对我的介绍 我想可能就开始了 因为我们只有40分钟而已 我们就废话不多说了 首先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刚除了宏奇大哥 他说我之前有参与过Miam 机械手臂的专案之外 关于我 因为我是55年次的 55年次 现在104年 所以我大概快50岁了 50岁你知道吗 做过蛮多种的工作 我以前是上班族 毕业以后当然是上班族 我背景是软体 我是资工的 加大资工 然后毕业以后 我没有走那个软体的路 然后我就从那个PM 然后Sales 还有那个Service 就开始 所以说我那个上班族 我大概工作了 1、20年 然后我期间也有经历过一些 创业的那个过程 我创了蛮多业的 我冲了大概三、四家公司 然后其中还有一家是游戏 游戏发行公司 是那单机版的游戏 那我那时候是代理国外游戏 然后中文化以后在国内销售 然后游戏不见了啦 因为现在 那时候遇到韩国那 Online Game 那个什么 实际时代 Linear Age 出来以后 我们就被打爬了 所以那时候就收起来 然后之后我在外商工作 那工作了六年 是当那个外商在台湾的高级经理这样 然后除了上班族创业之外 那我自己本身 现在 我现在是那个 两种角色 生意人 那我还有创客 生意人是因为 你知道要活下去 一定要做一些那个生意的动作 所以说我有自己的公司 是中卵科技 然后 我卖东西当然要有自己的作品 那所以说是 我还有兼创客 我还有做自己的东西 刚刚那个宏奇大哥讲的 Miam 这个机械手臂 那我就开发这样子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 那我做的内容是什么 我做的那个有加值 那也有那个创新 加值是什么 加值就是 我们在既有的基础上面 别人已经做好的东西 我觉得哪些可能还需要在台湾这边 我们再加一些东西上去 那更适合台湾的国情 更容易为大家所接受 那这是我做的加值的动作 以那个机械手臂来说 那我在 这个手臂是那个 当初英国人他 第一个做出来的 然后我觉得好好玩喔 我自己玩都觉得很好玩 然后想说 有没有可能再让它更像玩具一点 所以我就做了那个什么摇杆 做了一些软体教程在上面 那这个是我做的加值的动作 然后创新 创新的话 大家现在都在讲创新 那个其实是觉得好像很high 很炫很酷 我没有创新 好像就跟不上潮流 可是其实大家知道 创新的那个下场 其实有时候蛮惨的 那我之前有做过一些创新的动作 然后已经去申请专利 然后申请专利以后 然后那个出来销售 可是市场不见得买单 所以说 我觉得创新不见得 是一定要跟着潮流走这样子 那现在 我现在的那个情形是 我当然有工作 因为我自己有公司 我工作 然后我也玩了 旁边这个地图是 我那个GSOB它发行以后 我觉得那个应该办 因为自己的作品 应该要上网募资 然后那时候有成功 然后成功以后 我觉得应该我要到处 因为自己的作品 所以说你怎么办一些活动 让大家熟悉 怎么来使用你的作品 所以我觉得那个北中南 从那个台东 那个逆时针 台东 花莲 宜兰 台北 新竹 台中 台南 高雄 我先办了一场的那个工作坊 那是免费的 那办了工作坊以后 我发现 哇 那个基层的反应 真的是回响很大 因为这个创客是现在的潮流 然后开源也是潮流 然后我办了这一次巡回以后 发现说 每个人都想要接触 这个这么酷炫的东西 那来参加的都是 哇 那个你至少要么买得起 要么是有钱有闲 那对于那些更香下来 更偏远的地区 他们不见得 他连知道这些讯息都不知道 所以说 那个跑一趟以后 我觉得应该要多做一些 都跨出一步 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 我就说 如果你是学校 然后有那个小朋友 你想要玩那个GSOB 阿专门这些东西 你只要有十个小朋友来申请 那我就去那办活动 那这个台湾是我已经走过的 那个足迹 大概是这样 大概到目前为止 大概六七十场 那这些是免费 好 那我们进入一下 今天的那个主题 我估计就今天 我们有四十分钟的时间 然后我讲那个 我绝对 我之前讲的那个 什么简报都是 讲到最后最后最后 然后QA时间太少了 可是我今年发现说 哇 有个神明 他只有讲几分钟而已 然后剩下的三十分钟 全部都是QA 所以我一定要学他才行 所以我们今天剩那个四十分钟 我尽量剩那个 收短一下 我变成说二三十分钟就好了 然后剩下的QA 好 我们机器人产业 现在的情况是怎样 哇 那个 如果有玩过机器人 有摸过机器人 就会知道 这机器人产业 真是那个产觉任务的产业 为什么 因为首先机器人 大家都想摸 大家都想玩 大家都想碰 比方那个男生 男生的碰 就是拥有自一台机器人 那去年我来参加 Cost Cup的时候 然后看到 哇 好多神人 在分享那个机器人 我怎么做 四足了 六足了 什么的 那我想玩 所以我就去问 我想要玩这机器人 然后入门是什么 不好意思 我跟你说 如果你买现成的 你至少都几万块起跳的 那个跑不掉 几万块起跳的 不要说那个学生 连大人都不见得买得起 所以说我觉得 它是一个精密科技的产业 然后它这个很资本密集的 因为它中间牵涉蛮多的技术 还有诺耗 那以这个图片来说 这个是那个MakerPro 那个欧敏泉先生 他前几天分享的 他在前几天的一个活动上面 拍了照 这些我们看到 那上面遥控操控的 这些什么挖土机 这一台每一台造价 大概二三十万 二三十万 有几个人买得起呀 拜托 所以说现在情形是蛮可怕的 好 看着那个国内的 那个情形以后 我们来看一下这国外的 好 那以下有三段影片 那个我都是截取 是那个FAB FAB11 FAB11这边的 看一下 好 那他这应该要播影片了 那他既然不播的话 我直接把影片拿出来播 这样比较快一点 来看一下他这个是FAB11 他有那个针对一些那个机器人 他那个做一个那个专辑 他邀请了那个目前业界最先进的人来分享 然后这是我截取 这是他那个影片里面的 那我们刚看了除了那些挖土机之外 那国外也有一些仿生的 那个仿生的那个部分 那刚刚我们看到一些那个那个六组的小机器人 那当然以这个来说 我那个我把他cut掉了 以这个地方他模仿那个壁虎 壁虎他会爬 那这些是那个 这一个是其中的一个专案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个专案 对不起 这个不用看 看一下 来这个 这个是那个 这个是那个 美国国王部相关的单位 那个DAPA他们赞助的一个专案 是那个 那个什么猎豹 猎豹 那哇 实在是超级猛的 这个 这目前为止研发金费不知道多少钱了 这个造价大概是 百万美金起跳的 我在想 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 就是一个一个动物在跑而已 然后他这个是在测试 他转弯的时候的那个平衡 那平衡是那个机器人产业里面 一个蛮重要的课题 那这个是测试他的那个 遇到障碍物的时候 他的那个跳跃的动作 那他本身上面会有些声色 知道说 那个障碍物在前面 然后有多高 然后这个是测试那个 这个障碍物 他的高度大概是全身的 大概全场的80% 那这个是老外他们正在进行的一个案子 好 除了那个酷炫的那个机器人 不管双组或四组之外 那这个 这个我们那个 自动化的那个运输的那个后勤装备厂之内 也有那个小小的那个可爱的那个机器人在跑 那这个 这个重 这也算是那个机器人产业 只是他使用的那个 那个面向不太一样 这个是属于那个现代化的仓库管理 那这个 他这重点是说 他本身的小机器人没有什么 可是他重点是在他背后的那个 中央资讯的管理系统 然后那个客户订单输入进来 然后这些小机器人就会帮忙去抓那个订单 然后到那个装配员这边 然后这边就拿东西 然后待会会扫描 然后把它放进去那个货品里面 然后等到准备出货 这样 这个 这个 自动运输的机器人 他的那个 那个 发想者 他还有 他最后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说 有没有可能做出一种那个货品 然后别人 当别人order你的时候 你就会自己跑出来 然后跑到货架里面 然后跑进去 然后准备被拿来装箱这样 然后这个重点是这里面 这边 是背后的那个平行处理的 最优化的一些 那个路径的那个运算的过程 那这个是 这个也算是那个机器人产业的 的一种 好 那我们回到 我们那个 我回到我们的 好啊 那 我们也要玩啊 对 我去年就想说 我也想要玩那个机器人啊 然后那时候因为 进入门槛太高了你知道吗 所以我才想说 那我们从那个一些 那个简单一点的开始 然后那时候我才那个 玩那个机械手臂 机械手臂 然后机械手臂 我玩一玩 玩了那个一年来 我一直忘不了 我想要玩那个机器人 所以说 我也想要玩 那以目前来说 如果我们想玩机器人 我们的路门是什么 我们的选项是什么 第一个 乐高 那乐高是现在 中小学在玩的 不要说中小学 大人也蛮有人在玩的 那不然就是日韩 日韩他们也出一些 那个家用的 教育用的 不过都是至少 一两万起跳的 那也跑不掉 那不然就是 国内还是有一些 机器人的那个公司 例如说 有在新竹 有在台北 然后 但是那个 那个困难的地方是说 你一旦用了 这些黑盒子的产品以后 你可能未来 你不管设计什么机器人 你就是要用它的板子 马达 这样子 总之是 你有一些东西 必须要控制在别人的手里 那目前 如果要玩的话 是这样子 好 那 我想做 那我想做以后 我的目标是什么 我的目标是 我想要做一个 国民教育用的那个机器人 真的能够那个 大明机会推广这种的 然后让想玩的人 都能够有机会玩到 然后价格不能太高 太高的话 那我干脆就买那个 打爬这种 几千万的那个 猎豹就好了 好 那目标是 我要开源 因为那个 开源 正是个 正是个好的实践 你知道吗 因为 从那个聚业手币那边 发现说 开源真的是 利己又利人 自己能够成长之外 也能够帮别人 有那个进步 那开源 那个 一个机器人 它必须要有 大脑 就是那个 中间的那个 主控的装置 所以那个是 一定要有板子 一定要有控制板 硬体 韧体是 烧在硬体板上面的 控制的那些程式 然后软体呢 软体是 我机器人要走 例如说 以这个机器人来说 这个空气性的机器人 它有 如果要让它走的话 像这个 这边要有 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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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关节 然后头 也要关节 我们讲到 每个关节的地方 然后就是乘以2 这边 多少颗 然后乘以2 因为有双足 所以说 大概 以这种机器人来说 大概 至少15颗 不然就是 17颗的 马达 跑不掉 我们要让这些马达会动 那马达 你知道马达 有玩过四五马达 就知道 0到180 0到180 你要去控制 15颗 17颗的 0到180 那你要怎么控制 所以说 我们就必须要有一个 很方便的 那个步态 步态软体 我们去调整 例如说 左转 机器人左转 机器人左转 可能就是 先前进好了 前进可能就是 先中心偏移一下 先往这边偏移 然后抬一只脚 然后跨出去 往前 大概这样 然后重心再往前移 抬起来 往下 好 那以这个动作的话 我们就必须要有 步态的编辑的软体 这是软体的部分 然后再加机构 那机构当然是 一定跑不掉了 然后那个主控板的话 开源 开源当然就是 不可能用树莓派 或是什么橡胶派 那个不是开源 所以我用了那个Aduno Aduno 2560 为什么用2560 不用呢 Uno R3 是因为 Uno R3 它最多就控制到12颗 12颗马达 然后2560 它可以控制到 36颗 36颗 所以是还OK 所以2560 然后韧体 韧体的话就是 那个 烧在Aduno那个 镜片里面的 它接收到什么 那个指令 例如说左转 然后它就真的是 执行左转的指令 我们刚刚讲的 或是前进 然后有哪几颗马达 必须要动 然后重心移转怎么样的 那这个是韧体 然后步态软体 就我们刚刚讲的那个软体 前进 左转 右转 我们要有一个 很方便的界面来 来处理 然后机构 机构 那个 我们现在流行的 那个三定音表机 或是压克力的 然后操控 我们希望说 操控 电脑也可以操控 然后手机也可以操控 然后 或是 都不用操控了啦 就它自己走 自己去 那个自己去跑障碍物 碰到障碍物 然后你要怎么闪避 这样子 AI 然后再来是编程 因为那个 我目标是那个 那个 国民的机器人 意思是 它必须要有教育的功能 那不只有玩 我们还能够从玩的当中 学习到什么样的 基本的知识 所以说 我们除了C之外 我们希望也能够加入 那个图控的界面 然后能够让 那个 那个 透过图形拖拉 我们就可以 那个操控这个机器人 然后价格 最重要是那个价格啦 那个 我之前曾经 那个搜寻过 蛮多的 那个 蛮多的 那个 组合啦 例如说 例如说 机构 我们用那个 铝的可不可以 哇 铝的很酷炫啊 我们现在不是时常在看到 那个格斗机器人 格斗 你不用铝身的话 你怎么跟人家格斗 你被人家一打 然后你就趴了 问题是那个 你只要有铝的机器人 它会牵涉到那个 它就会增加重量 然后重量以后 它那个马达 它扭力就不一定足够 你要用更他哥的马达 更他哥的马达 通常都是那个独家的 那个 很少有这种sauce的 扭力够 然后那个 强度也要够 然后你的价格就会 那大幅上升 那很可怕 那 有玩过这种 比较 扭力比较大的 那个 你就会知道 一颗马达 大概一千块 一千块 一千块 大概八百一千块 六百块 这都是很正常的 还有更贵的 几万块也有 我们现在看 一千块 一颗马达叫一千块 然后十七颗马达 哇 你马达叫一万七 你怎么玩 所以说我们那个 不管怎么样 反正我们目标是 五千块 这是目标 如果还是几万块的话 那就不用做了 我们就直接买日本韩国就好了 好 那 我们刚刚讲主控板 那主控板快 因为我们是玩了开源硬体的 然后 Arduino也是开源硬体 所以很快 很快就出来了 那这是我设计的那个主控板 是2560 基于2560的 然后它上面是 名片 就这一张 这张名片 然后设计的2560 我把它说小话了 那它上面大概 这个主控板大概一半 一半的那个尺寸 然后它是 基于2560的那个 晶片 然后它上面会有蓝牙 那除了蓝牙之外 我们知道Arduino 它上面也有 也要烧录啊 透过UART 这种USB来烧录啊 然后 它会有UART 然后它就是要 控制Servo的运转 所以说它至少必须要有 必须要有20颗 我们刚刚讲17颗嘛 它至少要有20颗 好 那除了20颗之外 那 我会讲说 那你除了那个 你既有的Servo之外 我也没有可能再增加一些 其他的那个感测器啊 自动器啊 什么的 可以啊 那我们当然要增加 我们就 这边 这边有五颗是 有三个 有两个Analog的Port 还有三个PWM的Port 那PWM是说 可能我们不在这边介绍了 反正就是输入输出的Port 对的 这是主控板 我们刚刚讲的那个 PWM Analog 那除了那个之外 还有I2C 那I2C是那个 也是比较属于 那个串列 Servo的感觉的 你上面可以加很多很多的感测器 那例如说 因为我们要 那个价格控制在5000块之内 所以 我们感测器的不能加太多 就Default不能加太多 那你要加 可以你自己加 那例如说 我要加一个 六轴的 九轴的 不仅可以 增测SYZ 那个加速度的 我想要增测 那个 那个 类似陀螺仪的功能 那你就自己加 那自己加 从哪边加 从I2C 那个界面去加 这个是 这是那个硬体的部分 那 韧体呢 韧体的话 韧体这个 这个叫Rapiro 这个是那个 之前日本人在 他们的 开源的作品 在那个Kidstarter上面 有募资成功 然后他募资成功以后 哇日本人就是 那个 超大方的 他把那韧体 都全部开放出来 他里面是基于 Arduino R3 Uno R3的那个版本 所以说 以这个Rapiro来说 他最多只能够 接到12颗 12颗的马达 然后我们看 我们看他好像 好像没什么 好像就是一个 一个那个 类似小钢弹而已 可是他其实多大支 你知道吗 超大支 超大支的 然后他的那个核心 是那个 Uno R3 然后他把里面的韧体 全部开放出来 哇 那当然好啊 那我们就基于 前人的那个 前人的那个重数 我们来乘量 然后我们就 基于他的那个韧体 我们再网上 加入控制更多颗的马达 这样子 好 那这个是日本的 布袋软体的话 我想有完Arduino会知道 你要做一个 在电脑这边 做一个那个 跟Arduino互相配合的 那个 很好UI的那个界面的话 就是Possessing Possessing我们可以在那个 那个我们上面可以写程式 然后我们要下什么指令 直接透过USB传给那个 那个Arduino 他就会动作 或是说Arduino他有什么感测器 传回电脑这边来 我们Possessing 就能够做一些 做出一些UI 很漂亮的UI的那个界面 好 那这个是Possessing 那因为我是学软体 所以说我们刚讲那些 像任体 Rapiro的任体 我可以改 然后Possessing 我们要做一个界面 可以调控那个 UI界面的 我也可以做 好 那它是Java Java没关系 那我们就来做 那你知道个人的那个 个人要做的就没有这么 那个工业或商业等级这么酷炫 那可能就是比较平面化的 不过它基本上 它的动作就是 我们要编辑一个动作 然后例如说 我们要编辑一个 我们刚刚讲的前进的动作 然后首先哪一颗马达要先动 然后要动几度 然后接着换下一颗马达 所以说这一个 这是每一颗马达 你可以去调 调它的角度 调好以后 就是一个 例如说 我刚刚讲说前进 那我要先转移重心 对不对 那重心的话 那可能就是 这边这一颗 这一颗的那个马达 要先转 要先转 要先转的时候 就变成是第一个 那第一个 就是那个可能是 其中一颗马达先转几度 那这个就是第一个 然后我重心转移以后 我脚要抬起来 脚抬起来以后 这可能就是 这个马达 这个马达 那两颗马达 那两颗马达 可能这两颗马达要转 那这个就是第二步 然后我们把所有写下来以后 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动作而已 一个可能是前进的动作 那这个 你编好以后 就把它存起来 然后变成说 我前进的动作 然后存成一个 如果点H檔以后 然后我们可以在任体里面 来呼叫说 我要前进 我就呼叫这整个那个 部态的那个config就好 它就真的前进了 大概这样 那接下来是机构 机构的话 我们通常会想说 这是日本人做的 Rapiro 那左边是那个 我们一般 蛮那个传统的 就是一个 一个 一只脚 一只机器人的脚 然后我们刚说 那个 哇 我们光看一只脚就好了 这是蛮典型的 那个 不管是日本 韩国 或是什么的 只要你是玩那个双足机器人 有格斗或是没格斗 大概就是 这样子的感觉 然后我们看一下 光是脚而已 可能就几颗了 这一颗 这个 这是横的 然后这个脚板 这个 像这个旋转轴在这边 它可以这样 然后这个 它可以这样 它可以这样子 一颗 两颗 三颗 四颗 五颗 光是一只脚 就五颗马达 然后还有手 手的话 一颗 两颗 三颗 至少三颗 手三颗 然后不一定要夹东西 三颗 三颗加五颗 就八颗 八二十六 十六 再加上头 头你总要让它转一下 所以就十七颗 所以说大概十七颗 大概十七颗左右 然后 这种方式是最简单的 因为 主要是步态 讲简单是因为步态的关系 你要前进 这东西要前进 好像也蛮简单的 好像我们小时候玩具就可以了 反正这也不用考虑到重心的问题 因为它底盘这么稳 可是如果说这种的话 这种要前进的话 就要考虑到重心的移转的问题 那我们讲说机器人 那我们 我觉得应该是 应该是这个 这个选项 好 我们刚讲那个机构以后 然后再讲 我们希望说 它 它除了可以当玩具之外 还可以有教育的意义 那教育意义 的话 当然是能够让 让那个学生 除了玩之外 一能够让他们学到程式来控制 当然是最好 然后这个是 Scratch 2 Scratch 2是那个 我大概这一年来 我跑了蛮多学校 然后教那个机械手臂 大概 如果那个 有教 教coding的学校 大概都是用 Scr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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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的就是Scratch 然后更进一步的 如果你老师会玩到硬体 玩Arduino了 他会用S4A Scratch 4 Arduino 然后再更进一步的 这个是 那个最新版本 是Scratch 2 它除了本身 可以让那个 学生 学编程之外 还可以学那个 学那个跟硬体的那个 桥接 可以控制硬体 然后硬体也可以反馈 这是Scratch 2 我们希望说 这个 我们要做到让它 能够有这种 软体的部分 除了玩之外 也有那个 教育的功能 好 那接下来那个 还有一个编程 那个就是C 那 C的话 那我觉得 它一定是耳熟能详 玩那个 玩开源硬体的 第一个 第一个选项 当然是C 这个毫无疑问的 只是说这个C C的部分 其实蛮累的 因为我们想想看 我们一个机器人 一个机器人在那边 然后它本身要控制 那个 这么多颗马达 那个 大概15颗 17颗 然后左转右转什么的 那 如果说它不动 它 我们如果不是用控制的话 我们不是用蓝牙 也不是用电脑 就纯粹一只机器人 放在这边 然后它要 我们要派给它什么任务 然后我们就要 纯粹都写在 那个 软体里面 那例如说我们今天如果 要去 进行一个 障碍赛 然后 我们就必须把所有的 那个逻辑 都写在我们的 那个 Arduino 2560里面 就让它去走 那Arduino它这个 它这个编程是 一个是setup 一个是loop setup就是 做一次初始化的动作 然后 初始化完之外 之后就是loop 就让它一直跑 跑无穷回圈 所以我们必须把所有的 那个 程式的控制 的逻辑的控制 都写在里面 如果说像那个 我待会会秀 秀一张影片 然后这影片是 一个机器人 他在走 那个走障碍的时候 他除了自己走 背后 他也可以随时接收 那个从无线那边 不管是WiFi或什么的 随时接收指令来的话 那这些所有的逻辑 我们都必须把它写在 这个论题里面 那所以说 这个其实是 也蛮累的 不过那个 至少 我们那个 既然是国民的机器人 那他有 要有教育的功能的话 那 我觉得 那可以仿造一下 那个 小朋友 有小朋友的玩法 然后大朋友 有大朋友的玩法 小朋友 玩那个Blog 然后大朋友 用那个C 这边的 至少有一个 那个循序渐进 的一个 的一个途径 这样子 然后接下来 那个就是操控 我们要怎么样来操控 那个机器人 那 这个图片是 我们一个 台湾 台湾大学团队 他们目前在 西谷那边 做一个 那个专案 他不是做机器人 他是做APP 他是做那个 这个小朋友 在拿iPad 然后iPad上面 他用 通过iPad 他不是一个APP 他是一个APP 对不起 他是一个APP 然后这个APP 感觉上就像是一个Scratch 你可以 从APP里面 拖拉区块进来 然后 变成写的一个程式 然后 这个程式 就能够操控 操控那些东西 那 那 这个小朋友在操控什么 各位看得出来吗 看得出来他在操控什么吗 飞行器 对啊 他在操控飞行器 这个 这一支 很难辨认 他是一个四旋翼 四旋翼的飞行器 那我在现场 我觉得说 太猛了 现在的那个四旋翼 怎么操控 有完四旋翼的举手 有空过四旋翼的 现在四旋翼怎么操控 要嘛就是拿 拿那个 拿 遙控器 透过那个 透过那个 那个什么 一定是透过无线 那不然就是 手机 手机对不对 手机那个什么 左转右转 然后前进后退 然后这个 这个不是 前进后退 这样子按 他是直接真的在上面 拖拉区块 然后blocker拖拉进来 前进 前进几格 然后停住 停在半空中 然后再来怎么样 哦这个真的是 编程的那个 一个APP 那这是 台湾大学 他们在 他们开发了一个APP 然后他们在 那个什么 职策会那边 有做那个发表 好 这样子 来 那个 大概我分享到这边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哎呀 哎呀 那个 就是这个 搭爬的那个 的竞赛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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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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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